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然十二使徒之一的犹大来了 还有一群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那里来 一起来 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我亲谁谁就是 你们把他抓住 温妥的带走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就跟他亲吻 他们就下手抓住他 在夜幕之下 犹大想要用亲嘴 来掩藏心里的意图 他却用这个姿态 拖开了信任的纽带 迎来暴力和谋杀 他竟把自己的行为当作闪亮的冠冕 主啊 愿我所做的事 和我心里的意念 与你的心意一致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